OK 给放任的国康百将排行第18位 救主熊鼓 周蔡 灭过关了 周蔡多次救松泉于水火 替他扛压 但他的自在技能也很好理解了 自在技能肉身铁壁 为有军与风担伤害 如果有军为主将 风担伤害效果翻倍 其他有军兵力高于70%时 有一个增伤的效果 受统帅影响 如果主将是松泉 则增伤效果提升 生的是一心雇主啊 主经方面武力184 全武将第33 统帅186 全武将第17 智力85 全武将第83 速度94 全武将第58 游戏中的定位就是一个功能性的增伤武将 但因为有风担伤害的机制 肯定更适合速攻队 而非中慢速队 拖回合拖着拖着就变成二打三了 其他技能方面也很多变 但肯定是以辅助技能为主 你可以带一个兵种带一个控制 比如西凉铁骑加圣骑灵笛 又或者白马一丛 又或者虎包骑加铁骑驱驰骑 方全取决于你队伍的兵种和定位 当然你说他上一个凤死战进一步增伤 然后加一个一律巨手给自己一些回复 都没有问题的 说到这个一律巨手啊 就是他的传承技能了 有回复还加统帅 作为副将回复还受武力影响 但这个技能其实不是遮态的必须的 而且如果一定要拆肯定的拆严严啊 兵数方面也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点蓝色使而有道守持防备 增加自己的防御能力 毕竟在风担伤害啊 当然绿色诱敌之侧 眼袭绿巾也是可以点的 把增伤发挥到极致 后期速攻队的首选点法 兵种事情方面骑兵断兵S 攻兵枪兵A 战场上还是以骑兵攻兵为主吧 毕竟是速攻队的常用兵种嘛 配奖资助方面博哥还是那句话 优先组速攻队 不要去组什么中卖速队的 有风担伤害机制在 中卖速队一定没有什么多穿能力的 那速攻队最典型的就是无奇 周泰主将的好处是可以规避激情证 同时前几回合拿不下咱们就早点撤退控制兵损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虎成功 这对稳定性比较差 第一干你比较严 第二太史词怕圣气 当然同样的你也可以让周泰做主将的 和无奇一个道理 当然最近也有人在推灵统太史词的虎成奇 然后再补一句躲着点圣气 我刚只能说这对是没有松山香的将党选择 同红路闭着眼睛选无奇 我干嘛要躲着点圣气啊 哦对了 还有一个松拳棋了 这队伍白板打满红菜位都是很香的 当然还有30吕布 进一步给吕布增伤 但因为吕布没有过家的洞察降低了稳定性 也是吕布对中选择吧 ok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猜猜下一期他会是谁呢